大家好,又來到智能道 我和大家很久都沒見了 一見就要說暴力的事 這個暴力就… 我這樣說,有一種很強烈的反差的暴力 我們剛剛前幾天見到 根據傳媒報導 警察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 濫用暴力 甚至連八歲的小孩都被噴中 他突然間又拘捕了大規模的 拘捕了百多個和平的示威者 已經把這個濫用執法的暴力 和濫用司法暴力到一個近乎失控的地步 但在同一時間,又有另一種被視為暴力的東西 他和剛才說的這些暴力很強烈反差 然後又再吞前幾天的那個真特首被人打空事件 雖然這個記者的影片都證明了 其實沒有人… 即是見不到有任何人打過去了 但警方迅速拘捕了所謂被指控的年輕人 那位示威者 那這兩種… 即是… 即是… 一種就是… 即是… 你也可以看到暴力 另一種就是… 即是… 對暴力的譴責 即是… 即是… 他事後… 走出來說… 即是… 不應該濫用暴力的 甚至一些… 即是香港是一個文明法治的社會 不應該動手動腳的時候 即是… 即… 同時間 甚至有一些立法會議員 都走出來說 跟一番類似的這個… 這個… 主話 那… 但是呢 那你會見到一個很強烈的反差 因為他合法地去… 即是所謂合法地去濫用這個執法暴力 和司法暴力 那… 另一方面 就… 可能你都未碰到他 他就說你很暴力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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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是最大的問題所在 那… 最大的問題在哪裏呢 其實…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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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 我們對暴力的理解本身 很有趣呢 就是… 其實當晚 星期日晚 那個在中環的示威場面 那… 那…我也在場 那… 我便留意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 那些警察呢 我看不見他噴人,不是被他噴中那批 但我看見,尤其是在中後期 有很多警察都是非常禮貌的 那時不夠以後,先生、小姐 我看見他會對那些小姐 抬他出來的時候,也要說 用同一班的語言和態度 所以我們會注意到 有一些是我們眼見到的暴力 還有一些是我們眼見不到的暴力 其實大規模那種司法暴力 濫用胡椒噴霧,違反了警隊指引 我們只是說他濫用這個司法暴力 大規模的暴力 都是一種是體不見的暴力 相對於你真的見到血 或者見到身體的衝撞 是一種是體不見的暴力 我想說這種隱形的體不見的暴力 我們覺得才是問題所在的 我現在引述一段 其實是梁國雄議員 長毛在3月2日 在立法會發言 其實那位年輕人根本沒有碰到特首 根據影片來說 但即使我們假設他真的碰到那個影片 即使假設他真的碰到這個真特首的肢體 我們也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這種看得見的暴力 相比另一種看不見的暴力 那個規模和暴力的程度 是哪一個大一點呢 梁國雄議員在3月2日 就說 在立法會裡說 請那些在譴責 屍體暴力的人 是要感受一下 家諸在七百萬人身上的暴力 感受一下 家諸在七百萬人身上的那種暴力 所以 我們要說 其實那些譴責暴力 通常 而且是往往 在我們的時代裡 最喜歡走出去譴責暴力的人 暴力的人 通常 而且往往 對社會所製造的大規模的暴力 和痛苦 是事而不見的 社會學家 兼哲學家齊瑟克 施瑟克 就 叫這種大規模的隱形暴力 就 明明他為 系統暴力 System Violence 那 其實 什麼叫系統暴力 其實現在 香港人在水深火熱裡的人 都知道 都可能感受到 就是 他對你很斯文 就是當日 剛才我剛才所說 其實那些警察 就 口頭上對你很斯文 但隨便拿到刀插 來 胡椒噴我 噴你 或者一邊打你 一邊說 先生你 不要掙扎 冷靜一點 先生 警察最喜歡說 就是冷靜一點 但是他挑起 他就是挑起你憤怒的人 所以 這種 系統暴力 大規模的隱形 系統暴力 究竟是什麼呢 就說 在 《暴力論暴力》這本書裡面 他就舉了第一個 應該是 道言 或者是 chapter 1 應該是道言 那裡 他說 你有一天 去一個地方 去這個地方 旅遊 發現這個地方的人 就 非常之憤怒 在水深火熱裡面 很多怨憤 民怨沸騰 但是 那些經濟學家 就會出一些報告 非常之樂觀 一片樂觀 就說 這個地方的財政 是非常健全的 是嗎 其實 這裡不是有一個 很大的 gap 有一個很大的 這個 裂口 在這裡嗎 一方面 是 根據一些專家的觀點 所謂專家的觀點 就是 這個地方 很健全的 沒有暴力的 但是 同一時間 你就 滿目 都是暴力 所製造出來的痛苦 這個裂口 是非常之巨大的 以及令人不安的 但是 這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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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 一向都是 香港的財政優勝 我的理財的觀點 理財理念 就是 重數字 輕民身 經濟體系 香港的經濟當然要好 但是 怎麼說好呢 就是 看那些數字 看那些 就是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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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衡表 或者是 平衡表 只是看那些數字 你就可以 評斷到 香港這個地方的 財政經濟和社會 是否健全 但是 上一份 健全的 經濟報告 和理財原則 是可以完全 漏視社會的人的 身際 這就是 一種 隱形的 系統 一種 大規模的 部 同一時間 另一個例子 也是 同一個 範疇的例子 就是 港府 以及 全世界 現在很多政費 都是 就是 向金融業 銀行 嚴重 傾邪 結果是怎樣呢 就是 平時 沒事的時候 放任那些 有錢人 即是 富豪 銀行家 金融家 製造泡沫 去自肥 運自己 牟利 賺最多的錢 賺盡它 平時就是 賺盡它 製造泡沫 當有危機的時候 就要求 整個社會的人 尤其是 窮人 在辣 褲頭 即是 縮減 公共開支 縮減 貨幣供應 而 它自己就沒事了 所以 你會見到 金融可笑之後 那些人 那些 富豪 那些 銀行業 可能很多 沒什麼 就會影響 但最受影響 就是 整個社會 尤其是 就是 草根奸層 那 上述 這一種 這一種 被視為 不是暴力的 暴力 其實它本身 又好像一種 合法的搶劫 是吧 它是一種 系統的暴力 而這種 合法的搶劫 和系統的暴力 就被整個社會 和那些議員 視為 合理 和正常 那 很自然 如果你把這種 隱含了 這種最終 會製造大規模的暴力 和痛苦出來的 這個 意識形態 就是理念 所謂的理財面疾 是吧 將這種意識形態 視為正常和合理 那結果 當然是導致大規模的 這個系統的暴力 整個社會 民怨 沸騰 露氣沖天 那 到最後 但同一時間 這一種 但同一時間 這一種系統的暴力 是由什麼去支撐呢 很有趣 它不是由一種 一方面 它就 隱瞞這些系統暴力 另一方面 就是 將它事而不見 那麼簡單 它是 通過 對暴力的定義 就是 對那種 一種 麻木的狀態 對這個 所謂 非暴力的 那種 麻木的 支持 以色形態的支持 去支撐著 這種系統暴力 因為 你動一動手 或者 扔一扔招 都是真正的暴力 但是 你審查 所有的路人家 的三個金 就不是暴力 對不對 所以結果 你便 看到 稍微動一動手 背著 那些人 底下 你便 全社會 群起 而討伐 它 但對於 那種 合法搶劫 和系統暴力 便 覺得 事而不見 或者是 覺得 都沒有辦法 所以 也是因為這樣 香港人 自食其果 就是 令到 陳對財政師 曾俊華 可以 在 香港有大量的 認譽之下 依然 是 非常之傲慢地 募視貧富懸殊 拒絕 解決 民生的問題 繼續 官商勾結 繼續 趁火 打劫 加煙稅 甚至 劫貧 製庫 將 原先的 六千元 注資 去強積金 但是 大家都知道 強積金是甚麼事 就是 根本 就是 錢 已經是 我們的目標 但是 就算賺了錢 都要 共獻 進共給 所謂基金經理 根本就沒有做過任何事 所以 現在還有更嚴重的事情 就是 這種對暴力 那種 那種 麻木的 定義 他 將一些 很西的行為 都視為很正常 就是 最終真俊華 就是 用六千元 收買了 那些人 其實我最近聽到一個非常好的比喻 就是 金仔 金神父 就是居港權的位 金神父 就說 其實曾俊華這樣做 其實跟卡達菲 用詞派錢叫暴徒 走出去支持他 是沒有分別的 就是大家可以想想一下 是不是 就是 派錢 你出去走 你不是因為想拿去拿錢 但是 是覺得這個財政的算案 或者這個理財的原則 是嗎 管治社會的理念 是錯的 所以才出去反對他 不是走出去逼他派錢給你 但是 你一派錢 他一派錢 你就 派了手掌 算了 我不出門了 那 那 跟這個 接受卡達菲 的 跟那些接受卡達菲 的 crew 走出去反對 走出去 支持獨裁者的 部門 有什麼分別 對吧 所以 曾俊華這樣的行為 簡直 你可以說 從來沒見過這麼暴力 那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 通常我們 尤其是在社會 看到那些高舉 非暴力和平理性的 其次的人 其實 是暗中 在我們的思想 和社會文化 制度裏面 社會制度裏面 是移植了一些 最 最 凶殘的暴力種子 是嗎 就是 系統的暴力 那 所以呢 我這裏又要說一句 就是 某可議員的說法 就是 其實呢 這種系統的暴力 其實都是對應著 香港的 非常現實的狀況 這種系統的暴力 一日 是不完結的話 那種所謂 肉眼見得到的 個人都在聲討 蚊營的暴力 是絕對不會完結的 那 兩件都說過 其實 年輕人如果不反抗的話 那就是沒有前途的了